抱走罗莉和深渊巨口 ADC后期强度大比拼 很多玩家认为金克斯和大嘴才是后期carry能力最强的ADC 后期只要保护好他们就能赢 那这两个ADC谁更强呢 我们来详细的看看吧 首先双方都不用大招 这次是金克斯用了机抢形态的结果 如果用炮形态会怎么样呢 双方再次对决 炮形态明显不如机抢形态 接下来都用大招 双方可用大招对决 金克斯的E技能释放时间太长了 感觉不放会好点 我们再来一次 双方再次对决 好像比上次好一点 但还是打不过 感觉金克斯的攻速太慢了 我们换装备试试 金克斯把不朽顿弓 换成了利叉 这次能打得过吗 还是打不过 感觉破败在后期很强 我们再换装备试试 金克斯把蓝切 换成了破败王者之刃 双方再次对决 双方差距还是太大了 感觉金克斯比大嘴弱太多了 下期视频是深渊巨口 对决瘟疫支援 大嘴和老鼠谁更强呢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视频